刻意裝作若無其事 一個人跑到超商挑選下手目標 清晨七點半就來一次 先把熟食區的地瓜偷偷帶走 完全不過旁邊還有超商店員 就大膽夾帶出去 完全不付錢 半個小時後 實隨之位又來一次 這次就被盯上 等到拿走咖啡 就當場被店員揪了出來 立刻報警處理 整個過程 轉移站保全都看在眼裡 小偷白吃白喝 在便利商店背帶 可一點也沒冤枉他 不過警方清查身分的時候發現 這張臉似乎上過新聞媒體 包菜色的時候 有阻止同桌的友人說 這道菜我們要包 你不能吃 原來這名54歲的送信女子 早在過去就因為跟著女兒 去信譽區的洗酒白吃白喝 甚至瘋狂打包 鬧上新聞版面 沉寂一陣時間之後又來了 這次換成她一個人 跑去轉運站的便利商店 偷拿咖啡飲料 還有熟食地瓜 被抓還強辯 她的前夫有投資 還跟他說過可以隨便來拿 他對超商是有股東 所以他只要他有需要 都可以自己去取得 曾經大鬧婚宴的母女黨 不知為何只剩下母親藝人 更沒想到這次受害者變成超商 甚至還扯謊前夫有投資 母女倆正義不斷 讓警方看了也只搖頭 記者郭仙陽台北報導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